14日下午,海南万宁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陈兴章代表万宁市委市政府,就该市某小学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表态。 公安部门正在权力侦破发生在该市的小学校长违宪女生案件,检察院已提前介入。 如有进展,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。 陈兴章说,此事件是一件令人痛惜和愤慨的事件。 万宁市委市政府对此事件给学生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伤害,以及家长们所承受的伤痛和煎熬感同身受。 案件一旦查实,万宁市委市政府绝不袒护,一定严惩。 陈兴章介绍,万宁市已经成立了工作组,对受害女生家庭进行安抚、疏导工作。 公安部门已经提取了与受害女生相关的DNA样本进行鉴定,鉴定结果出来后,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。 万宁市公安局政委叶青14日晚间23时20分通报了该案的最新情况。 叶青表示,根据警方目前侦查所掌握的证据,对两名嫌疑人能够确定是嫌疑猥褻犯罪,已经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。 13日,海南万宁发生一级小学校长与房管局工作人员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,涉嫌猥褻未成年少女案件,因事件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,受到社会广泛关注。